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那么今天是周二 也是中国新年之后澳洲开盘第二天 我们还是照例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澳洲市场并没有像中国春节一样 保持了同步喜庆的脚步 非常遗憾的是澳洲昨天开盘就出现了重大的下跌 截止收盘的时候澳洲整体股市是下跌幅度为1% 澳洲也是再一次跌破了5700点 重新回到了5650点附近 那么中国方面依然是处在春节假期中 股市没有开盘 那么欧美盘盘昨天也是一样出现了重大的回调 除了英国下跌0.9%以外 法国和德国分别是下跌 大约是1.1%和1.2% 美国方面也是一样 在连续保持2万点以上接近一周之后 美国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回调 跌破了2万点 昨天是下跌200个点 是直接达到了19900点的幅度 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三大指数 均有大约是1%左右的下跌 那么黄金价格则在股市下跌的背景之下 出现了大约是1%左右的上涨 重新逼近了1200美元附近 而石油价格目前也则维持在了52.5毛钱左右 并没有出现太大变化 今天我们着正要说的话题 就是我们来探讨一下美国现在的奇葩总统 所带来的一些奇葩的走势 我们看到自从特朗普去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以来 美元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上升通道 但是在最近的两周 美元指数就出现了连续的暴跌 跌幅达到了4% 那美元的下跌其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2016年年初的时候 美元似乎也和现在走势一样 曾经是在2015年加完一次息之后的一个月之内 走势非常之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元走势是越来越弱 加息的呼声也从最初的加息四次 变到三次 两次 一次 最后是在2016年12月才完成了第二次的加息 所以很多投资者就会担心 这个美元会不会像去年2016年一样 开头的时候走得不错 呼声很高 说要加息要加息 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不加这么多了 那么美元是不是还会下跌 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并不会 我们知道的确特朗普 他跟其他美国总统有些不一样 他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和其他总统也会有所不同 他目前口无遮拦 有的时候说话比较见走偏锋 这样的习惯 可能会引起市场比较重大的 短期之内的变化 但是我们要知道 美国总统他毕竟 他不是一个人能够决定所有的事情 很多的决策需要通过国会 甚至于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 因此就包括像他最近提出的 对于七个国家的移民 包括和来美人士 是完全禁止 其实很多人看来 这个政策是非常的极端 或者说很容易招致很多的骂声 但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特朗普他其实一点都不笨 我们稍有常理的人都会知道 他出台这个政策势必会遭到很大的反对声 但是与其推行一个严格审查背景 这样的政策 特朗普这次就干脆给你一刀切 把七个国家的发放签证权利 完全给切断 这好像就像是我们去买东西一样 一百块的东西你讨价还价 如果你从八十开始讨价还价 很有可能最终成交价就在九十左右 而特朗普现在直接就把一百块钱的商品 不但是拦腰 不仅仅是拦腰对半 甚至于它是还价还到了底下 十块钱 二十块钱开始还 那么这么开始还价的话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商品最后依然是成交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成交价 就是在要远远远远低于 你从八十块开始还价 所以特朗普这一招 其实还是比较聪明的 假设他最后最终目的是要严格审查 这某些国家的来自这些战乱地区的移民 那么与其推行一个相对于中间的政策 特朗普这张极端的政策 然后再给你个甜头 看似是他退让了一步 恢复理智 其实一切都是在他掌握之中 当然了 这种只是一种猜测 我们来看过几天 或者说过一两个月之后 就可以看出来他之后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用的是这个办法 就是狠狠地杀价 之后再退步让价 那么我们再说到美元上面 我们知道美元 之前加息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美国经济在恢复 那么美国经济恢复这个事实 并不是由特朗普上台几句话 几个政策所能改变 换句话说 你把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 你要把它改好 很难 但它一旦好了之后 它后面这个惯性是非常之大的 你别说一个总统 别说一个总统上任几周 就算是上任几年 你要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友好变差 甚至于完全友差变好 都是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这个美国美元的走势 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要加息 美国要加息的根本因素 是美国的经济在恢复 因此这个是第一 大的方面不会改变 所以在我看来 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现在市场对他的反应比较大 是由于呢 就像恋爱时期的男女 刚谈恋爱的时候呢 对一个人比较有新鲜感 但这个新鲜感一旦过去之后 之后很有可能呢 就不会有这么强大的反应 那有朋友们会担心 这美元要是继续走强 长期还是走强 人民币今年是不是会像去年一样 出现比较重大的下跌呢 那我觉得呢 并不会这样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美之间呢 我们知道 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啊 美国目前奉行的是以美元 以及以美国本国利益为首的一个 相对于偏向于贸易保护的一个政策 那么在这样的政策情况之下 势必呢 他会推行美国的产品 用美国的人 以及呢 推行美国的这个政策 那毫无疑问的是 他就希望用美国货 而去抵制 从国外进口的产品 包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那他本身已经在抵制这个进口产品了 目前再如果人民币啊 并不随着美元一起上升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美元在未来12个月上涨 但是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却原地踏步 那实际上 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 就实际上是在下跌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 那么和现在特朗普所推行的 美元保护政策 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就完全相违背 我们知道呢 在不远的将来 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势必将会非常之艰难 而人民币呢 也将会是特朗普拿出来 这个谈判桌上的一个重要砝码 那么既然人民币之前是60%和美元挂钩 40%和其他货币挂钩 这么一篮子货币 如果美元上涨 人民币在不操作 其他任何相关政策的情况下 理应随着美元而上涨 所以说如果人民币不涨 保持原地踏步 那其实就是在贬值 一旦贬值 就会被他们特朗普抓住把笔 拿出来说话 所以在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 人民币呢 目前贬值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或者说它大幅的贬值可能性 不是太大 那么刚才说到的是国际因素 这是我们一边的看法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在前几周 反复说到了 目前国内中央的政策呢 是从过去两年的保房价 改到了 现在是保汇率 弃房价 并不是说房地产会大跌 但至少会压制它不涨 甚至允许它有轻微的回调 因此在这样的国内政策之下 人民币呢 也不会有太大的短期内的跌幅 所以在双重因素的考虑之下 在今年美元注定还是会涨 因此人民币呢 肯定也会有相应的 有跌幅 但是在我看来 它绝不可能像去年一样 出现10%这么大的跌幅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晚上呢 在5点半的时候 日本央行会召开记者招待会 会发布一些最新的政策 到6点45分 欧洲央行行长会发表讲话 再到澳洲时间晚上9点钟 欧元区会发布他们的通胀数据 以及到了晚上的12点30分的时候呢 加拿大会发布他们的GDP数据 好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